秋冬季來臨就夜溫差變大 又來到流行性感冒的高發季節 面對流感和新冠肺炎的雙面夾擊 市面上經驗了搶打流感針的熱潮 很多診所都表示疫苗供應量不足 我看到連勸他十多年打針 他都不肯打 你自動自覺來打 我都沒見過 其實我們在西醫院院 是星期六下午出過調查 網上調查問一些會員意見 我們昨天下午到六點鐘為止 收到會員要求要訂超過3萬針 那個影響醫生人數大概是200個醫生 部分有份參加季節性流感疫苗 學校外展計劃的私家醫生 因為沒有足夠的疫苗 正在與政府商討著 可否安排部分供應醫院的疫苗 撥比有需要用的私家醫生 但是那些針都未到醫生受惑 我們其實都與局長正正供應的醫療系統 在那裏設一些貨過來私營醫療系統 因為大家都是為了市民好而已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 何柏良預料 由感染疫苗供應緊張 藥廠加大供應量的可能性不大 政府他去跟藥廠訂購的時候 就照我了解他簽訂合約 就可以有一個調整有些彈性在裏面 但是現在就全球對 特別在北半球的國家 他對那個疫苗的需求一定是大 他建議應該訂立接種疫苗的優先次載 上一個年左右 65歲以上加上小學年齡 已經是80多萬針了 所以政府其實80多萬針 針對他自己餘的那些公民群組 我相信一定用了 甚至乎很大機會就不夠用了 看回那個優先次序 我們不夠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就是院舍 院舍那些就是政府會派人上門 去到幫他接種 陳疾院舍 安老院舍 那裏是最重要的 其次就是一些長者 例如你看回我們現在 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 升官體驗 或者過往這些林五人士的病發性 死亡 其實都是集中在65歲以上的長者 所以如果不夠的時候 這些65歲以上的長者應該有優先 第三就是學童 學童尤其是6歲以下6個月以上 這個年齡組別的幼童 他背戴口罩 那麼未必是可以長時間配戴 或者配戴的時候 未必帶得那麼多檔 各大連鎖私營醫療集團 都有診所缺貨 部分診所還要限量供應疫苗 聯合醫務中心有職員說 全線中心已經沒有貨可以供應 估計今年之內都未必可以補貨 有私家醫生透露 現在行內流感疫療一針售價 中位數是300元 曾經聽聞過有醫生坐地起價 最誇張的是加到1000元一針 天氣反覆 市民要注意保重身體 如果又不舒服 就要及早求醫了